Zither Harp 也许事物是身边的模糊 时间越来越不清楚 感觉你远去的脚步 看不到不能留住 习惯一个人无所谓孤独 口渴一杯水是最好归宿 当一个人陪一个影子 觉得有些伤苦 那我想问你 就是说我们唱歌 一直讲究以前诞生 但是我知道你从来是没有谈过恋爱的 但是呢这张专辑里面我看到很多情歌 那一个人没有谈过恋爱 那怎么来驾驭这些情歌呢 我觉得因为更多是一个感觉东西 然后在拿到一首歌的时候 你会有自己最直接的一个感受 如果再有问题的话 就去多看电影了 好像是 其实这也是一种很直接的方式 是不是很有效的这种方式 像小莫写的那个歌是很抒情的 但是很悲伤的情歌 那你有过恋爱经历吗 正式算起来好像没有 那肯定也有过 比如说喜欢一个人啊 因为我看以前采访的几个应该会有过 那如果你没有那种特别强的恋爱经历 那你怎么去唱这样悲伤的情歌 拿到那个歌的时候我没觉得悲伤 我唱歌就不会去想 我怎样去表现悲伤 就拿到一个歌是凭感觉会比较多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怎么去唱 就更多的没有理论上的东西 想哭对很多人来说 曾经有人就是做过比较 到底是哭比较难还是笑比较难 你觉得哭比较难还是笑比较难 我会觉得哭比较难吧 对我自己而言 就是我比较少 比较少 因为你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也不是 就是 我是会 怎么讲 就是伤感的话 就是很难低下来 这样 其实就是 其实心里面哭了 但是 心里面已经很难受了 但是很难哭出来 会不会有时候会一个人偷偷的掉眼泪 我常常就不讲话 如果不开心的时候就不说话 一个人待着 不会掉眼泪吗 好像 好像 很少 好像很少 但不能说完全没有 没有 那什么事情会让你掉眼泪 我觉得还是 比如说 家里面的事情 家里面 对 因为我不希望 就是因为我影响到 家人 所以 一般有一些负面在我身上 我都 没问题 可以 可以 可以去承受它 但是 但是如果 影响到家人的话 我就 很难受吧 很委屈 因为没办法 现在在听这首歌的苦瓜们 你们都会很喜欢这首歌 其实这首歌也算是很独特的一首歌了 那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想法呢 就是 跟其他的歌因为不同吗 他比较伤感 这首歌确实跟其他歌就有一点点区别 我记得我每天大概都是 就最多录一首歌 有时候一天可能一首歌 如果状态不好的话 就一首歌都录不完 然后这首歌我是 就特别有感觉 当时 那天晚上 凌晨的时候录完了前面的那一首歌 然后 那个 东哥他们就要我回去休息 到那天我就觉得我状态非常好 我就坚持要再录一首 再录一首 就是录得想哭 然后就 对 很快就 嗯 那天大概 快到天亮了 录了一夜 嗯 因为前面还 对 还有一队 对 嗯 录歌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就是 有时候就是有一种感觉嘛 就马上想 就那个时候录的 然后这个好像心情到了 情绪到了 对对对 有时候录的 变得模糊了 直到寂静 真的太辛苦 放弃一切只为无助 剩下太多 感觉已经麻木 原来爱只是一场错 因为孤独不算保护 一个月时间停在远处 梦醒时想找回来的路 但为了变得不清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